大家好,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人体的要害部位 以及关节通过了解人体的关节活动范围 以及要害的生命机能 这样在今后的积极格斗当中 才能够准确的控制关节打击要害 来制服敌人保护自己 首先人体的要害 人体的任何要害在经受外力打击压迫的情况下 就会造成昏迷甚至伤残 从而失去战斗力 要害部位首先是头部 头部是人体的主宰 它包括视觉、嗅觉、味觉、听觉等器官 大脑小脑、太阳穴、耳后穴等穴位 经外力打击的情况下 就会造成昏迷甚至伤残 喉部 喉部包括气管、食管两侧有两条大动脉 经外力打击或者是锁、卡压 这个时候就会对这个部位造成很大的伤害 胸部在受到外力打击或压迫的情况下 会造成心碎、失去正常功能而丧失战斗力 腹部、内油、脾、肝、胃、膀胱等重要的脏器 而且腹部富含的神经也是比较多 在受到外力打击的情况下 会感觉到疼痛来忍而失去战斗力 腹部 腹部是由12对细长的肋骨组成 在受到外力猛力打击的情况下 会感觉到疼痛残忍 甚至骨折而伤害到脏器 腰部 腰部它包括脊柱 脊柱呢是支撑人体躯干的重要部位 还包括肾脏 如油厚猛力打击的情况下 就会失去正常的生理功能 当物是人体神经末伤最丰富的地方 如外力顶撞打击的情况下 会造成疼痛难忍 甚至羞克伤亡 人体的关节 关节呢就是骨骼与骨骼连接 能够活动的部位 叫做关节 每个关节呢都有它的活动范围 在超过它的活动范围 超过它的生理极限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脱臼 韧在撕裂的 首先是静关节 静关节呢 它能够前驱后伸左右旋转 但是在受到外力的搬拧 打击的情况下 就会丧失正常的生理功能 肩管节 肩管节活动范围 也是比较大 能够理合外展 前后前后旋转 但是超过它的活动范围 进行搬压旋拧 就会对肩管节造成伤害 肘管节 肘管节相对活动范围较小 只能理合伸直 在伸直的情况下 如果外力打击 或者是猛力 压迫的情况下 就会对肘管节造成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